你 放开她 你怎么也来了 顺便路过 你怎么了 哪里不舒服 没事 回去躺躺就好了 谢谢你啊 这里我来就好了 我会带她回家呢 不用谢 我很乐意 倒是叶哥你工作不忙 长生有空啊 我再忙 都有时间接她回家 走吧 乐天 我们先回去了 谢谢你啊 走 快点 走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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谁给你化的妆啊 有什么问题吗 没有问题 就是太浓了 给它卸了吧 我们这是拍摄 一打光妆就被吃掉了 不可能像日常的妆那样化 谁说舞台妆叫大红唇加腮红的 太夸张了吧 那也得根据每个人的自身条件呢 我更了解她一些 把她底妆弄薄一点 把这个腮红跟嘴唇都卸了吧 麻烦你了 重新帮她调整一下 走吧 好 两位 我们现在先要拍摄一段 你们自己在家里生活的片段 你们两个可以刷刷牙 温存一下 然后坐那吃早点 好 来 我们准备走一遍啊 来 预备 开始 好 刷牙的时候 男生可以帮女生挤下牙膏啊 这样两个人显得更亲密一点 吃早餐 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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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相互递递吃的东西 倒点牛奶什么的啊 来吃吧 好 停 可以 我们准备实拍啊 来 胳膊们调整 准备实拍了 掉了 郁总 你也来现场了 请你们帮忙拍宣传片 我肯定得过来 不然的话 我就不知道这位大哥 在现场以后会出什么幺蛾子 也是 要只有什么状况 也只有你能跟他沟通得了 郁总 你觉得栗子最近工作上有什么问题吗 就是 就是 这一季节目他 听说你们从小就认识 是吧 我们感情很深 而且 双方父母也认识 而且很熟悉 谢谢 谢谢